現在我們要自己做的話呢 我們來這邊 您看到這裡 你看 群組 現在是不是只有加入一個 沒有關係 您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建立 從這邊建立 即是訪客帳號也可以建立 那玩弄課程請問 有沒有跟我一樣 一定要全部公開的 沒有 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公開不公開都可以 好 先按一個建立 OK 我就按建立了 這樣就有一個完全 你看這裡面完全沒有資料的 空白的 其實 凡事起頭難 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 怎麼都沒有 但是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以後你會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 像我現在是不是有很多群組了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群組 假設這個群組我要 我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群組之後 直接用匯出的 匯出 那麼 你可以自己決定哪些資料匯出去 通常我開新的 比如說新的學期 或新的班級 我們成員就不用匯出去嘛 那教材資料是可以匯出去 這樣就可以 那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下載好的之後 我們再建立群組呢 不好意思 直接用匯入的就好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當然如果以後 以後 你也東西很多的 我不是要 我全部的複製 你也可以來這邊 在任務裡面 假設我是他裡面的任務的話 有沒有這裡也有複製 然後呢 剛剛的獎勵 請問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當然也可以 所以永遠都只做一個 哈哈 你做一個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都有了 都有就不用太那個 現在只有剛開始 你會最難過 因為什麼都沒有 這需要慢慢的把它累積一下 好 那我先讓各位 進到這個群組 好 您就按剛剛那個建立 好不好 什麼名稱沒有關係 那麼如果您覺得 名稱錯了 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叫設定 點一下 您可以自行選擇 從這邊 預設都是私人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會被人看到 再來圖片不喜歡 請自行從裡面挑幾張 預設的 或是您找一張 喜歡的也可以 等於是 那給我 對